配置 雙巨龍的財寶跟城底區 張物商人 手上有其他職業的牌的時候 會加一加一跟衝刺 不過我自己玩起來是覺得 很難觸發到 還是教徒這套比較喜歡 不是很好觸發到 秒拿 要不要加小偷 戳一刀 獨同一張是靜咒之魚 飛龍好一點 就怕這個飛龍等下就不會再動到 怕就怕在這 對 哈拿要開始 獵人的嗎 是放蛇 聖騎士的秘密拘刷救贖 再看一張 冰凍 那要被硬幣蓋了 不要讓他動吧 說實在硬幣這樣蓋一個獵人秘密 誰敢動 會怕欸 很難不試欸 他都特意硬幣上來蓋了 好回來 冰凍 這樣也可以 多一張的幾率啊 多一張的幾率啊 零 零 再找 再找 這樣靜咒還是可以解掉 因為已經知道那張100%是 這張也給你 反正你沒龍嘛 這樣也OK 幸福好運到 讓你抱一張牌 伏擊 科多獸 是誰 送你一個35給對面嗎 只能打群區加帶多浪潮 那場攻其實算太高了 帶多浪潮 可以 我剛剛是看到暗閃嗎 阿尼阿尾 60229 三迪斯又回來囉 謝拉送給科多獸 等一下要靜止嘛 有氣死 把犀牛衝出去撞掉 這個是叫 叫水牛公還是叫什麼 就這隻會捕 沙漠 水牛的 呵呵呵 但他不是野獸 哇也沒有鏡子 好痛苦 再一個浪潮嗎 不然場攻其實太高 其實蠻容易在打這個對決的時候 牧師被這些 其實沒有很厲害的生物 但是被滾起血球 被打到太多障礙了 場攻是8滴 雙屁股還不會死 那就 後續的拿法 因為你再隔一回去打帶路浪草 其實就沒有意義了 王以太 然後把他的費用降2 沒事 我剛剛想說 剛剛是不是有機會斬 對不對我印象中是沒有 好像是沒有 對吧沒有 浪草 火戰師你在哪 神話捏多久了 沒有火戰 12滴 場攻是多少 6滴 7滴 一張 屁股加法老貓 遊戲結束了 欸嘿 舒服 好 神物全部走臉之後接上手上的屁股 還有會動的法老貓 還有會動的法老貓 不鏽一下那個花絲 不鏽一下法老貓的花絲斬殺 好 瘋狂災禍也是斬殺的方法條件 看我們6029把比分追回來 目前贊成了1比1 你為什麼是預測這樣 跟你的理由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 二費多下 連人爆 雙方各抽各的牌 但 檯面來看的話 其實 其實上禮拜也有跟志久 談到這個對局 因為其實前期檯面 對惡魔戀內戰來說 影響是蠻大的 畢竟他前期 你123費下的怪 他至少要等到 4-5費他才能夠解光 掛刀之後 這中間就一定要 蹭了蠻多的傷害 好險 好險剛剛6029 右手那張塞碎片 不然我感覺他應該受不了 斬垂刀開剁 好這邊有看到 那這邊我就蠻好奇 這個硬幣 要甩給誰 好是甩給掛刀 甩給掛刀的 因為當時在跟志久 談到這個對決的時候 其實他 他有提到說 這個對決其實蠻複雜的 因為這一把奧達奇 占任吸血刀的關係 但其實很多時候是 不太會打到 就打到這麼後面的 他說就是會有兩種 內戰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 拼傷害那邊 可能先把頭砍破了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後面一直在吸血 對 然後兩邊看最後誰的 其實好像會變成說 誰的檯面是比較厲害的 對 那槍樹這邊 兩邊都輸了 沒有檯面 然後傷害也輸 酷啊 那 直接換刀 直接換刀 我沒辦法了 這邊是沒碎片 我下了一張獄竹跟 戰睡刀 那槍裡面是沒有碎片的嘛 因為他 呃 工匠跟 烈魂祕術使 各用掉一張 所以槍樹這邊裡面有 四張嗎 還是五張 三張三張 那這一刀 砍不砍 六滴我會死嗎 喔 不砍了 他不砍是蠻合理的 因為這是他最後 最後的戲 我看到 欸還在碎 6滴還在碎 怎麼可能 不能不說我剛剛在發抖 會怕 不會吧 因為其實只有抽雙刃斬會贏 但是有兩 兩張都還在 對兩張都還在 好大哥追到第五把 最後一把會由 大哥的節奏法 對上槍樹的惡魔獵人